今天呢要來為大家開箱iPhone 12 Pro 沒有啦我們沒有要開箱 是嗎 因為現在太多人開箱我們今天不開箱了 但是呢我們今天要先來空襲一下老佛大 因為終於三位一體 現在基本上呢 iPhone的這個 不對蘋果家的行動裝置呢 它基本上是全部都收了 手機手錶還有AirPods耳機的部分 全部都收起來 體驗一下現代人的生活 主要其實今天想要分享的主題 就是為什麼要從這隻iPhone XS 換成這隻iPhone 12 Pro 中間呢還有一隻是我的 是iPhone 11 Pro 其實iPhone 11 Pro跟iPhone 12 Pro 有一個小小的落差 在今天的影片當中呢會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當初沒有換11 而這次呢卻換了12 那其實這次主要會換手機的原因啊 我們也不要跟他賣關子了 現在直接跟大家公布一下 就是他這一次的攝影功能整個大大的提升 我覺得真的是有蠻大的差別啦 所以呢我們也有拍了一些小小的片段 想說來分享給大家 藉由這些小小的片段呢 我相信大家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要來換手機了 好不好 那當然這個理由我覺得是我們的理由 如果你也是有這樣子需求的朋友呢 也可以拿去參考一下啦 好啦那我們現在呢就進到這一個 拍攝分享階段啦 好那現在我們跑來板橋這個地方 馬上實測一下啦 目前為止呢這一邊 就是我的右邊這一支呢 是iPhone 12 Pro 那左邊這一支呢是iPhone XS 應該在那個顏色上 明亮度應該差蠻多了吧 對 現在應該就差蠻多的 那其實這邊是在板橋的公園 那亮度呢其實肉眼看起來還蠻亮的 因為它這邊的路燈啊 非常非常的充足 所以目前為止這樣子看 就已經有相當大的差異了 那現在呢 好的現在呢 iPhone XS測完之後啊 我再來測一下iPhone 11 Pro 左邊這一支呢是iPhone 11 Pro 右邊這一支呢是iPhone 12 Pro 那其實呢目前為止大家所看到這個鏡頭是最廣角的 就是超廣角鏡頭喔 那超廣角鏡頭呢其實就是iPhone 11 Pro的一個落處了 因為啊雖然說它已經有支援到夜拍的功能 但是超廣角的一顆偏偏就是沒有 所以現在大家看應該iPhone 12 Pro的那個超廣角亮度是比較高一點的 那其實我們這支手機啊是從11月 11月比較拿到 月初左右 月初左右拿得到 然後一直不敢開 然後我就問老婆當然說 你手機來設定好了沒 他說還沒啊 我說你不是很急才要開新東西的人嗎 怎麼會沒有開 然後那時候的理由就是 怕把它刮傷了 所以我就省不得用它 對 所以非常感謝犀劉頓喔 這次送了我們一大箱的東西 也可以藉由今天來分享給大家 因為一次啊 可以把手機手錶跟耳機全部都給包起來 對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把這些東西給搬上來了 哇 一個瞬間突然整個桌上全部買滿都是手機殼耶 這個最大的應該是 在YouTube上面有看過很多影片人家開過的吧 整個禮盒的 整個禮盒 哇這個 這個真的帥耶 對 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寄給我 結果居然就真的寄給我 這從中幾組啊 1 2 3 4 5 6 7 哇七組耶 而且 它的這一些殼啊 全部都可以換這個 很多顏色 邊邊的按鍵 對啊都可以自己做搭配 哇超酷的耶 我看起來怎麼好像是舌袋的 對啊 它這一次都是寄給我的 都是舌袋的 啊就沒有我的啊 不拍不拍不拍 這個是Sally Shooter 它就是一體成型的嘛 對 對不對 這個是11的嗎 10 對11的 啊12 這個是12的 它下面是寫12 Pro 然後這個是11 Pro 所以這兩個是我們都會有的 所以我先猜我的好了 然後也是 皮卡丘的造型 哇這個也是蠻酷的耶 它是 對皮卡丘 WHO AM I 我是誰 對 這個蠻可愛的 然後它還有超夢啊 還有小火龍啊 在按鍵上來說 它是做同色系的配色啦 我覺得也算是不錯 接下來呢 換你的 你要換哪一個 先換這一個 先換這一個 哇這樣子就變成情侶機了 對啊我特地選的 閃瞎他們的一個 多有心啊 你幫我裝好了 好 你的面板怎麼感覺有很多粉塵的樣子 哇這個其實裝上去真的好合喔 其實我說實在這次的十二代我最喜歡的就是它的邊框了 因為它的邊框又變成了一種 有了有角的感覺 對啊我不喜歡圓圓的 說真的 所以你是還要換喔 我沒有要換我沒有要換 沒有要換 我沒有預算的 這個就是我們兩隻換完之後呢 變成一個情侶機的感覺 對夫妻機 對 夫妻機 夫妻機 好這個是它的 3D撞撞貼吧 然後跟它的一些衝擊吸收 就是保護貼的部分啦 哇手錶這個也是看起來很大一盒耶 也是每天可以換新衣 我記得之前它這個裡面還寫張卡片給我們對不對 對 然後這一次的話是換成 哇 Apple Watch的 這個表框 其實老婆他也是念很久了 因為他那時候買回來還好 我們沒有當下就買表框 想說應該不需要吧 結果他說沒有表框感覺會 破壞到 我也是用的怕怕的 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把你的表框給裝上去 我有想好了 我有選紅色跟藍色配 美國隊長的顏色 美國隊長配色 好那這邊其實有很多種顏色耶 那我想要搭配什麼顏色就有什麼顏色 對 最後一個就是對 你的耳機的部分了 哇它這一次出的 也是皮卡丘的 他們這一次出的 AirPods case 哇也是皮卡丘耶 對 出很多皮卡丘系列 整個都是皮卡丘的系列 寶可夢的 它是蓋子跟下面的底座是分開的 嗯 好是不是 寶可夢的皮卡丘的版本 哇真的好可愛喔 說實在的 AirPods真的 這樣在裝的感覺 好像真的不錯耶 直接塞下去 嗯 那妳是要換這個黃色的嗎 對啊 我想說有時候可以換一個殼 跳色處理這樣 對 因為他們既然就是可以讓人家隨心設計 自己想要的顏色 然後 這個就直接把它給裝上去 這個配色真的是還蠻特別的 欸不對 怎麼少一顆耳機 我剛才在聽啦 還沒放進去 不見了 沒有啦 AirPods宣布 沒有 還沒放進去而已 它就是藍色搭黃色 那 其實它的上蓋跟下面這個 是可以自己做一個搭配的 因為我們的上蓋是 老伯蛋另外有挑一個 所以它顏色就變成有一點跳色處理 剛好 上蓋跟皮卡丘的黃色啦 有點做相互印的感覺 這個可以勾在很多像背包什麼的 然後它又變成一個很時尚的配件 好啦 那這次呢 真的非常感謝犀牛頓大大 送了這麼多的手機殼來喔 如果有喜歡的朋友也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相關的連結 如果有的話 我會把它放在下方的說明欄裡面 有這個 犀牛隊的保護 你的手機就可以更耐摔更不怕摔喔 但是今天也是不要摔好不好 好啦 今天影片從頭到這邊就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也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不用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羅卡 我們下次見啦 掰